大家好 我是詹姆斯 我現在在溪頭 那今天難得可以放假 所以前一晚就先到溪頭這邊住了一下民宿 然後今天來蒼板溪頭 那現在呢 我們要往大學池的步道 前往邊邁進 那算一算我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到溪頭了 上一次來溪頭應該是高中的時候了 好懷念喔 那也對於溪頭的印象其實就已經沒有很深刻了 那希望透過這一次來走一走溪頭的步道 然後來回憶一下以前對於溪頭的印象 還有一些溪頭的景色還在不在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溪頭呢 它是一個實驗林草 那裡面呢 非常多人造林 那像現在這一帶呢 旁邊都是柳山林 那樹林大概已經有六十年之久了 你看好高啊 然後樹幹非常比值 那其實在台灣蠻多森林遊樂區 它旁邊的林象都是柳山林 那比如說像東岩山啊 這前方就是大學池了 那現在要通過足橋 喔 我真的對大學池完全沒有任何印象了 這個竹橋呢 它是用這邊的竹子所搭建的 那基本上 那原方呢 它每年都會去 針對這個竹橋都會做維修 所以非常安全喔 那大蛇池呢 它是因為是台灣大學 鮮林場裡面的一堂青石 所以以大學來命名 它是人工挖掘的景觀池 那以前呢 是用來浸泡木材 然後來去除水中夾子還有害蟲 那避免木頭乾熱的功用 那現在只是單純一個景觀池 剛剛看完大學池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空中步道 那在溪頭這邊 有跟管音山一樣的那個 林梢步道那種空中的步道 那我們現在就要走過去囉 這區是1920年 栽執的柳山 所以換句話說 它已經有102年了 哇好高啊 我們到空中步道了 等一下就要走上去了 那上面 這步道是蓋在林梢上 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這一片森林 我們已經走在空中步道上了 那這下面就是剛好我們走上來的步道 這邊看柳山看得好清楚喔 有山的葉子 它還屬於針葉林 在這裡也看到一些附生植物 那下面就是要往這邊 空中步道的 走過來的領導 那這裡的高度 不知道有幾層都高耶 好像不只五層齁 蠻高的 我們到神木區 這一根就是神木 它是很快 它已經到了 有 吸透神木呢 它是屬於紅塊 那紅塊長到一定的年紀 就容易遭受歐小菌的感染 導致樹根變成中控的狀態 那它就會讓這個樹根的抓地力 會慢慢的一個減失 那雖然系統神木 它經歷過賀博台風 921大地震 但也有曾經爆發突死掉 都可以持續移歷 但因為這個Ocean G 所以到最終它還是塌了 好大一顆 剛剛看完神木 那我們現在沿著沿溪步道 開始往下切了 那在沿溪步道呢 旁邊真的就是溪 那你可以聽到溪水蟬蟬的聲音 這邊是隱性林 那有一些還在種植 像那邊都還在培育中 這邊還在培育中的隱性 那它秋天的時候 葉子變黃會很好看喔 這邊有看到 看起來好像是軟大秋海棠 這一株是台灣午夜松 那這一區呢 是溪口的蒸葉樹標本園區 所以在這裡呢 就可以看到除了柳山之外 的一些其他蒸葉樹的樹種 它的種類就比較多了 這邊在柳山林群中 裡面有一顆台灣山 台灣山它是台灣特有種 這一顆 這邊這一顆台灣山比較清楚 它應該年紀沒有很大 那台灣山它最早是由 找田文站它所發現的 這一顆是台灣山 那它是找田文站 親手種的喔 一長非常非常高的 我們今天整個溪頭繞了一大圈 這樣大概走了將近六小時 那中間當然包含休息啊 那這邊把整個溪頭 主要的一些景點都逛透了 像是大學池啊 神木啊 那還有一些標本區啊 我覺得整個非常值得一種 好 那我們今天的溪頭一日遊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